王一博,走过的坎坷,成就了今日的辉煌,敢于突破,敢于闪耀。 在浩瀚的娱乐圈里,每一个明星的背后都有鲜为人知的故事。 王一博,一个年轻而辉煌的名字,如今已经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榜样。 他的成功不是一帆风顺的结果,而是一条充满困难和失败的漫长道路。 但他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,勇敢地走自己的路。 王一博的成名之路并不顺利。 13岁时,他决定离开家,去韩国当练习生。 在陌生的家乡,他不仅要面对语言和文化的障碍, 还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。 在练习式的日子里,他孜孜不倦,每一个动作,每一个节奏都力求完美。 17岁已完美而出道,本应是事业新高, 但舞台上的他却在泰国开会时遭遇了被泼粉红油的事件。 从此,王一博的艺术之路似乎就注定了不寻常。 然而,王一博从来没有动摇过,也没有灰心过, 哪怕他还只是一个稚嫩的孩子。 当团体发展遇到韩国禁令的困难时, 王一博回到家乡,积极参与天天向上等节目的拍摄。 尽管一度被贴上18流明星的标签, 但他依然保持着谦逊和敬业精神。 他会很高兴地告诉粉丝, 他终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 拍戏期间,他接到幻角通知, 但他从未放弃, 而是继续努力提升自己, 等待下一次机会。 在陈鸿鼓悬角过程中, 王一博提交了三张照片, 但在生日直播中却遭到批评。 但他并没有退缩, 相反,他更加努力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 最终,宣传中遇到的事件并没有阻止他的努力和才华, 从此,他赢得了越来越多观众的支持。 王一博的耐心和勇气不仅表现在面对失败, 更表现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。 陈鸿鼓播出后, 王一博连续八天八夜取得搜索排行榜第一名, 但这段时间, 他把时间花在了驾照考试上。 在参加摩托车比赛时, 尽管比赛中途被人撞倒, 他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, 第二天, 他又迷迷糊糊地去上班了。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。 2021年, 王一博获得了三十多个广告合同, 其中七个进入杂志畅销书前一十名, 影响力与日剧增。 不过, 他并没有接受现状, 开始引导粉丝流量, 寻找新的挑战和新的机会。 他参演了这部电影, 虽然电影上映时受到网上的强烈批评, 但他坚持宣传, 并以自己的诚意和才华得到观众的认可。 在宣传影片时, 他表示, 如果你不喜欢我, 你可以看我被打, 恭喜中国电影, 谢谢大家给我的诚意。 这个愿望不仅体现了他的慷慨和谦虚, 也体现了他对电影事业的热情和执着。 最终, 王一博的努力和才华得到了认可, 并获得了奖项的认可。 那时, 所有的困难和失败都变成了最甜美的果实。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 只有坚持不懈地追求梦想, 坚强地走下去, 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远, 走得稳。 王一博的经历不仅是娱乐圈的励志故事, 更是勇气、 毅力和梦想的真实典范。 他用事实证明,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, 只要心中有梦想, 脚下有路, 就一定能够走出自己的光明之路。 让我们期待王一博未来继续闪耀, 再创佳季。 感谢观看视频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, 请随时发表评论,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。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, 平安。